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不能成功 就把自己的大事耽誤了 比如 發願從四川到北京 要到那裡去做一件大事 那麼 就一定走到北京 千萬不要走到西安 然後就停步 也不要走到河南 見到河南有什麼好看的東西 趕快停下來就不去了 把時間耽誤了 最後 北京的事情就完不成了 繁立於頂峰的人 就是說 要成功大事業的人 也就是立志要攀登高峰的人 就不能在半山 搬枝斋葉 把時間耽誤了 也不能像化成品那樣 滯留其步 走到化成就不想走了 當然 這個化成是佛教一個公案勢力 那是說 釋迦摩尼佛要度一國之人到極樂世界 走到中途 這些人就不想走了 釋迦摩尼佛就告訴他們 前面一個城非常好 走到那個地方 你們就會如此如此的幸福 大家 又已經隱隱隱約約的看到那個城 所以 就鼓足勇氣 繼續前進 就用盡全身力量 走到那個城 結果 大家到了那個城 就不走了 後來 後來 世家世尊說 這個地方是化成 非圓滿聖地 你們不能在這個地方停步 必須繼續前進 因此 這個地方 不是你們的目的地 這樣 大家又再鼓起敬 繼續前進 結果 終於感到了目的地 大師在這裡告訴人們 也就是說 我們不能做化成而流步 如果做化成而流步 我們最後的目的就達不到 最後 就不能攀登到高峰 所做的一切事業 世間上的 所有一切成就 都是如此 這是一個真理 不能更變的 但大師同時 還有一句話 要告訴我們大家 那就是說 必須定業要正 如果定業不正 也是不行的 定業正了 就要爭取到底 不能行蹤迁轉置步 不能行蹤迁轉置步 就要爭取 找不上 如果定業不正的 我們就要爭取 我們就算 讓大家 爭取 你 爭取 爭取 你 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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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